连续第五年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出席 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 腾讯CEO马化腾代表业界演讲 今年大会聚焦是首次亮相的5G网络运用 乌镇的这个4月网已经达到 每一秒可以下载数率达到1.7G的这样的一个 比现在的光鲜的一个速度还更快的数率 中国有8亿网红是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贺电 呼吁全球携手创造互信共挚的数字实践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透过AI技术 把1000吨位医生起到家 今年首推互联网一分钟问诊 以及唯一AI研科 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帮助医生 然后查那个糖网病 青光眼 中江等12种的 眼底的疾病的筛查 这边是我们的24小时问诊室 您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与我们真人的在线医生 和我们的AI doctor进行交流 那经过医生的判断 他会为您开具电子处方 开幕前夕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网易CEO丁磊 SOHO创办人张朝阳 360总裁周鸿一等互联网大咖 齐聚在乌镇的一家酒吧 畅谈5G网络带来的互联网与乌联网的给予和挑战 记者金属青吴奎言 浙江乌镇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